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正好杨老师 我一直没搞懂 就是她这个明山法会 年华微笑 她这是什么意思呢 她就是 就是不是佛说了三成佛 说了很多方法嘛 就是觉得佛的东西太珍贵了嘛 因为可以就是等于说 把佛的很多药方全记下来了嘛 因为破不同人的执着嘛 是吧 然后这个佛太伟大了 觉得这个就等于药方嘛 但是只不过是破你执着的药方 太伟大了 而且这个法 这个太伟大的佛法 在众生心目中的位置太高了 这个佛法就是 而且呢 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变 一丝的改变 或者是破执着的东西 都是对积思证的 是不是 而且最高真理 你本来是的时候 只不过是 我是佛 你也是佛 如果我们俩都是微微笑 心有灵犀一点头就行了嘛 佛传法 是不是 拿着花 如果我是什么女生 这一下子就理解了嘛 就不用语言文字 不用那样子 就是嘛 就是就是嘛 当下任职嘛 就是嘛 破也微笑 当下你也是我也是 大家心里是一点头嘛 破也微笑就是嘛 佛法不需要太 佛法是破执着的 如果没有执着 佛法不需要传嘛 你没有执着 传啥佛法 怎么 你没有执着需要佛法 无言无声的 以心应心啊 教外别传啊 不需要文字啊 这是破文字想的到最后 是个传法的方便也是 就OK了嘛 以心应心 就是说 那教外的意思 就不属于教内的文字啊 我借文觉知到的一些 你听闻我讲法 教义啊 教谍啊 经谍啊 经历论这些都属于教内的东西 是吧 都是破执着的东西 现在你要弃传登岸了 你已经执着破完了 你背上还背着三藏十二步 然后你把船 你上岸把船背着背上了 是吧 就是弃传登岸嘛 所以文字想这叫禅嘛 最高就是以心应心 因为以心应心是什么 你也是佛了 我也是佛了 大家心心相应 同为一心啊 因为真空境界 真空是没有执着就算真空了 根层脱落 如果你的根层脱落了 我的根层也脱落了 大家都没有不执着 是不是你的心就是我的心啊 心心相应嘛 光光像中拿个花就OK了嘛 以心应心 借助一个 因为在三维借助一个圆起伏 这我为什么对你笑呢 是吧 圆 通过圆来度嘛 度众生 度无缘之人嘛 最高法不可传嘛 你本来就是心怎么传 就是硬嘛 你就是我就是 大家OK 就是 认可 大家就OK 破外执着的人自来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花 你怎么知道这是什么 没破外执着的 佛在说什么呢 又说什么法呢 他还需要药嘛 他在那个花上看到了药嘛 是不是 因为他是佛嘛 你有个佛像未破嘛 所以佛黏着花 是不是佛在说法 这是不是你就是众生啊 你一直在 破尽执着的人 是不是没有佛给众生相了 剩下全是心相 以心应心怎么 两个地管 这不叫应心嘛 以心传言以心应心吧 那是破了佛像的众生相 已经没有执着 不需要佛法 佛法是个工具 佛也没有说多高的真理啊 佛法没有多高的真理 那个真理是告诉你 你就是啊 这是最高的了 最究竟的教法就是 你就是 只是你在梦子中你迷失了 你所有的法都是告诉你醒来的方法 醒来 醒来你就知道这一点 然后我们俩就心心相应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不可分离 没有时间和空间 没有距离 没有生灭 所以佛涅牌 没有生灭 怎么会有涅牌 有痕这马生 永远不会 不会死也不会生啊 没生怎么会有死呢 佛湿泻了一个梦而已 湿泻在三维角度 让你看了一下 你在执着里面 你还需要佛法 你会看到佛像 还会看到花像 还会看到佛法像 你会疑惑嘛 你还在梦里面嘛 所以佛传 最后传那个 心法的时候 只能捏花 你没笑给你了 你没笑给你 你拿着继续穿 心法是没有破镜了 把执着破完时候的事了 所以佛法不生命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想成道 你不放下执着 你肯定成不了 是不是 没有那么高深 你就学会三藏十二步 道背如流 你不放执着 肯定成不了道 就是这样 所以你把佛经背完没用到 所以阿南多闻嘛 跟在佛陀身边 道背如 把所有的佛经 记得拱光烂熟 到最后佛涅槃的时候 他连阿罗汉都没证 谁啊? 阿南嘛 阿南不是罗汉证吧 阿南就是说后来证了 后来也是佛师大教 就是佛涅槃的时候 他还没证阿罗汉 但是他所有的经验都是他背出来的 我很多小子经验都是 姐姐的都是他背的 所以佛法是破你执着的 不是让你背书的 是吧 你一念执着都不放 你怎么成道 就说你说戒毒戒毒 你每天吸 啥戒 是吧 你就像一个吸毒的人 他说要戒毒 他每天还照料吸 是吧 然后问我啥时候成道啊 啥时候能戒完啊 你说三年能戒完 你每天照样吸 你执着还在那 你三年怎么能戒了呢 是吧 从你戒的开始那一天梯 可能有一个时间大概 是吧 但是你得做啊 但是很多本能 其实佛法很多工具 从源头都是破本能的执着的 因为其他的都从事项上 理论上都可以放下的 你听懂佛法你就放下了 有些本能都放不下嘛 是吧 你本能分别 本能难受嘛 你说不想难受 他就难受 这种都需要法门的 方法 找对法门 一门深入下去 一门深入 也不是说 就那一个法门是对的 其他法门也是 只是说你找对了 一直那个法门破下去 就可以了 所以说起这个一门深入 不是说 这个法门好 一门深入下去 又否定其他法门 不是那样的 是找对一个法门 然后依止他走下去 一门深入 依止他 你就可以破地执着 破了执着 你就是嘛 大家就可以以心应心了嘛 才知道这个佛法就是破执着 是啊 破分别执着 所以很多人修行很多年 但执着没法 他就没收获嘛 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你觉得佛法不是迷信了 你怎么会迷信呢 是让你做得更自在 因为所有苦的根源 是因为你执着了 你轮回六道也是为你执着了 你执着了 你取了苦 这叫自取轮转 所以说别人 我就说别人骂你 你还干嘛拿过来贴在自己这儿 然后还生计不好 这不是自取的吗 这个世界所有的诽谤 你取过来切在你头上 切的满满的 这不自取的吗 这就像镜子 我在他面前走了两圈 他说是认为我就是他 生灭法 自取生灭的不是 他如果认为他是个镜子 他如果不斗就好了 我走来走去 跟他有什么事啊 他不是自取生灭吗 他不是自取这个了吗 这个我是他嘛 他就生 我们不是佛嘛 我们认这个众生是我们不就自取生灭吗 自取龙转嘛 一样的 所以所有的破了执着 你所有苦轮回是因为你执着 是因为你在梦中 你不知道真理 所以杜众生是告诉这件事 告诉众生这件事 然后让众生醒来 这叫苦杜众生 然后众生说我想醒来 但是我现在很难受 我就是破不了 那教给他法门 教给他醒来的方法 通过一个医治点 他很散乱嘛 他锯不住 然后教给各种法门 这叫方法工具 然后助他醒来 这叫普度众生 知道吗 还在做佛罗 你不停 我认为 你不停 我认为 我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